來 上次談到那個回饋當中的正回饋 接下來復回饋的例子裡面 因為生殖這個家園我們恐怕要 很久還是 對 很久之後才會遇到的 所以 技巧性的彈性的我們把它拿到前面來講 OK 好 所以 所以 這個 以高二所談到的生殖周期 好 所以生殖周期來上例子的話 生殖周期基本上是在看跟 生殖相關的周期性變化 那當然比較容易可以觀察得到的是月經周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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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周期 沒有周期是好吃還是壞事 壞事喔 不想吃的話應該很高興吧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辦 趕快把陶式烤完 洗地方輕鬆 然後每天過運動 會不會乾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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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有生殖周期過程當中 比較容易看到變化的主要是月經周期 那它其實在談的是子宮內幕的周期性變化 可是那個子宮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是受到那個性腺晚巢的調節 那所以呢 如果去看那個子宮內幕周期的變化的話 事實上要追原意 要往上追到晚巢這邊 它在代表性腺這個角色的時候呢 因它自己本身在這個性腺激素的分泌的時候 也會有周期性的變化 那如果在往上追呢 在往上追 所以性腺基本上呢是受到誰的調控 是受到腦垂線的調控 所以 如果去追腦垂線跟生殖有關的技術的話 然後在一種促性腺激素裡 這個時候它也會有周期性的變化 然後結果呢 腦垂線我們講過 腦垂線其實它是在幫誰執行這個指令 就是下石球 所以這樣往上追 生殖周期 那個訓套的源頭 是在下石球 所以 這樣一路下來 彈整的生殖周期的部分的話 幾乎已經把那個 類合幣系統整個涵蓋進來了 所以接下來 是要的 會不會 不會 但是 再次 隨便 一路 非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所以这张之前出现过的课在高二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16到B这个层次 对不对 A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在讲那个夏氏丘跟生殖有关的基数是什么呢 那个是GNH 然后GNH这个名称呢 你看他的说词 处 性 限 处 式 处 好 然后 有很多名称上你可以猜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后面四个字不看 那种激素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处境的 一般你都可以去猜一看应该是那个脑垂线和谜 有很多都是这样子命名 所以这个可以猜一下 可是一旦它后面再加上这四个字 就是释放激素的时候 这个代表是那个夏氏丘要去影响脑垂线的某个激素分泌的 那个对应的激素 好 所以那个促性腺素 OK 比如说那个那个FSH跟XLH 之属于促性腺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那个脑垂线所分泌的 那夏氏丘影响脑垂线去分泌那两个激素呢 是包括GNH 它是这个命名上的一个小规则 虽然没有办法放到所有的激素都使用 但有很多的激素可以用这样子来猜 OK 所以生殖做起的启动呢 主要是夏氏丘这个地方释出GNH 然后呢可以去影响脑垂线的前液 所对应的两个激素 一个是FSH 绿炮刺激素跟LH 就是黄体成长激素 然后绿炮刺激素也有人把它叫做 触绿炮成熟激素 所以这个名声上基本上就更看得出来了 触绿炮成熟激素 那如果它不是用触性的这个字典的话 它就是用这种 就是绿炮刺激素 它对天老婆来看 就是刺激绿炮分泌的激素 好 所以生殖周期的开始呢 夏氏丘跟老水线必须要下达一个指令 可是这个部分因为激素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它微量 那所以你要去分析它的话 又要抽血厌血 相对来说这样应该会有一点麻烦 所以要去观察生殖周期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指标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讲的 子宫内膜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参考的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通常是去看那个 当子宫内膜开始有剝落的这个现象 那这个就代表整个生殖周期的这个开始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持续的时间大概会四到五天左右 好 紧接着 子宫内膜的剝落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因为它会有一些粗血 然后子宫内膜的碎片 然后剝落的这个现象 所以接下来 等它稳定下来之后呢 其实接下来看不到的 但正在发生的是 子宫内膜的厚度呢 都持续的增长 OK 那这个增长的变化呢 一直会到排卵之后 才会达到完全成熟 OK 然后 所以后面这一段其实看不到 可是我们可以等 好 等到下一次 当子宫内膜再度不稳定 然后呢 当它撑不住的时候呢 再度产生剝落的现象 就代表一个周期 然后结束 好 所以子宫内膜的剝落 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方便观察的这个特征 好 那这个 子宫内膜的变化的部分 就是从子宫内膜的剝落 增后成熟 好 然后再度的不稳定到 用剝落下一次周期的开始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 子宫内膜基本上是受到 好 子宫内膜基本上是受到脑垂线的影响 对不起 性线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去看卵巢这个地方 这时候它的角色 如果是性线的话 那么 子宫内膜 好 子宫内膜的剝落 其实要追到前面的原因 欸 这边 子宫内膜的剝落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在上一次周期 要结束前的那段期间里面呢 有两个激素 我听话虚线的那材料 有两个激素的分泌量呢 快速走下波 所以将激素浓度的快速的衰减 導致这两个激素直接的影响的组织 就是子宫内膜开始呈现不合力 OK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要去看 去探究子宫内膜剝落的原因的话 其实要先往前追到前一次周期 要结束的那段时间的变化 对不对 好 因为图片上没有这段 所以你去看哪里 你看后面这边 在性线分泌的最后呢 那个周期结束的那几天里面 对不对 有两个激素呢 它的分泌量开始走下波 好 可是这两个激素呢 我们再先从周期的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呢 有一个激素它的分泌量呢 几乎跟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 几乎是重叠的 这个激素就是动情 所以性线一开始呢 是透过动情素来去影响子宫内膜 所以如果你去看子宫内膜的厚度变化的话 那跟动情素的分泌呢 浓度的变化几乎是重叠的 那动情素的分泌呢 一般来说 它会在那个排卵之前达到高峰 然后紧接着呢 浓度会稍微有点降下来 然后维持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水准 一直撑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撑到 在整个生殖周期后面的那几天 大概四天五天左右的时间 在一起的时候呢 浓度掉下来了 就是这段 浓度掉下来了 好 所以动情素呢 是影响卵巢 那是卵巢用来影响子宫内膜的技术之一 可是 这个卵巢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变化 卵巢在生殖周期的前半段呢 主要是绿炮 所以 如果你去看动情素的这个分泌的话呢 又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原来早先呢 我们用两个颜色来看 早先绿 那个卵巢内呢 有个绿炮进入了八绿成熟的时期 好 所以前面这段呢 重点放在绿炮 而绿炮所分泌的激素 主要是动情素 可是后来 绿炮成熟之后呢 它就排卵 排卵之后呢 接下来 它就转成黄体 那转成黄体之后 它会增加一个激素的分泌量 就是 黄体素 所以 子宫内膜后期的这个变化里面的主要的影响因子 这边就是两个 就是黄体素加动情素 那一般的看法是 这个子宫内膜要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的话 主要是要依爱黄体素为主 因为 那个时候动情素相对来说 它的分泌量还不差 所以 两个共同合作的话 可以让子宫内膜达成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所以一般来讲 子宫内膜什么时候叫做发育比较完全的 你去看看那个图面上 有画了一个很重要的构造特性 就是 它这边有陷下去的一些 子宫内膜的图质上面的腺体 OK 所以腺体发育成熟之后 子宫内膜就有分泌功能 而这些分泌物会出现在子宫内膜的表面 维持它表面该有的活性状态 你看 所以在那之前基本上 它的重点会放在厚度上的增生 就是持续增加厚度 但子宫内膜接下来 它要预备胚胎灼虫的环境 OK 所以这个时候 第一个厚度要动 再第二个 这些分泌的腺体 的分泌物有助于维持 子宫内膜表面的这个 这个菌的活性状态 然后让这个胚胎 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环境可以做 OK 所以如果你去看管潮的周期性的 分泌的这个激素的周期性变化的话 描述激素的浓度变化很麻烦 因为它是曲线 所以大概可以归纳出来的是 早期的动情素呢 因为主要是依赖绿号来分泌的 所以绿炮越成熟 动情素能够泌量就越高 那但是让它最高峰是在排卵之前 绿炮达到成熟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排卵的动作 释出生殖细胞 这时候呢 剩余的绿炮细胞就转成黄体 所以接下来呢 黄体会额外增加另外一个基础的分泌 就是黄体素 所以黄体素在生殖周期的前半段 它的浓度基本上是非常差的 到几乎是没有变作用 然后所以它真正的开始有作用的时候 是黄体的绿炮成熟在转黄体这段期间呢 例如它的分泌量就开始逐渐的增加 那黄体很成熟的时候呢 它大概是在排卵后的10到11天左右 这段期间呢 它的分泌量、濃度、状态都非常好 但是排卵后10到11天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留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这时间点的话我们会发现 因为黄体素和冻体素怎么好像 那个分泌的状况 浓度呢就很快地变得很差 OK 原因是黄体萎缩 所以换随了黄体萎缩 它们的分泌功能就变差了 所以两个基础浓度开始快速衰退 快速衰退 可是子宫内膜是靠它们两个刺激 所以当这两个刺激的因素弱化之后 子宫内膜就可能开始呈现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一直到它的不稳定再也撑不住了 所以这个组织开始崩落 对不对 所以子宫内膜剥落 基本上这个就有启动的下一次 代表的是下一次距禁造型的开始 所以子宫内膜基本上是受到 短槽的信线基数的调解 而这个地方的信线基数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动情素 这个生殖终极前半段主要的影响因子 后半段呢再加进来黄体素 这时候是以黄体素为主 然后动情素为主 这样有没有 然后所以先把这几个相关的这个 这个时期先切割一下 如果你去从短槽的角度来看的话 短槽总共饭演两个角色 第一它要负责产生生殖细胞 所以绿胞是产生股细胞所带入卫生人的构造 然后呢它代表的是信线 对不对 它负责产生生殖细胞 另外呢它从内生命的观点 它是信线 所以它还有一个重二的变化 中期性的变化 就是信线基数的分离 所以绿胞当中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殖细胞 去走减速分裂 对不对 所以一直到排卵 一直到排卵这个工作之前 原则上它整个变化都是绿胞的发育成熟 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期间称制为绿胞期 所以如果去看短槽的生殖周期的变化 如果你要去从构造上来切割阶段的话 诶 我们可以把绿胞发育成熟的这段时期 就叫做绿胞期 紧接着绿胞成熟之后 有了排卵这个动作 虽然那个不过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对不对 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列为是一个时期 因为那毕竟也是属于短槽自己的变化 所以这个短槽的周期里面 第一个阶段 大概会占了14天左右的绿胞期 紧接着几个小时完成 就可以完成了排卵期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排卵之后 绿胞胜鱼细胞转变成为黄体 那黄体之所以是黄体 是因为这边它开始会有脂肪的细胞 然后有个打量跟脂肢 所以这样的状况呢 它颜色就会相对比较偏狂 所以叫黄体 所以黄体排卵之后 整个卵巢的主要的变化就是 黄体发育到成熟 黄体维缩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时期 称之为黄体期 所以这个短槽周期的话 从购道面来看的话 可以分成这三个时期 变化期、排卵期 然后跟黄体期 那可是如果你去看子宫内容的变化的话 因为周期开始的内科期间 然后这个月经来临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之为 最下面看不到对不对 对不对 子宫内膜所剝落的时间平均来说 大概是三天、五天 正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期间称之为行星期 或者称为叫月经期 那子宫内膜剝落到一定的程度 它不会完全是零 它会回到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个状态 然后之后呢 受到动情素的影响 子宫内膜会再度增上 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期间称之为增升期 好 所以子宫内膜开始明显厚度增加了 那一直到排卵之前 我们拿那个卵巢这边的这个参考的时间点 这条曲线所在的位置是排卵的时间点 那事实上在这个排卵之前 子宫内膜通常没有机会达到完全承受的状态 所以如果子宫内膜的厚度 要达到一个比较健全的状态 就需要黄体素的加入 所以后来的黄体素真的比较重要 一 子宫内膜的厚度会更好 二 它的这个发育 组织的发展状态就是限定 会有这个正常的分泌功能 好 所以等到子宫内膜厚度比较更厚一点 因为这个线体的功能正常 我们就把这段时期称之为分泌期 所以如果你现在看的是子宫内膜周期 或者直接叫做月经周期 因为那个关键的特征是月经的来临 所以子宫内膜周期或月经周期 就是点识分层三阶段 在这三阶段里面的是行星期 增生期加分泌期 如果你这样从上往下对照一下 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分泌期所占的时间的长短 其实直接呼应谁 直接呼应黄体期 好 然后接下来可是 可是那个绿炮期 绿炮期我花了时间对照下来 却是行星期再加上增生期 因为这个虚线 这个虚线的切割 以前就讲过了 这个子宫内膜在增后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前半段时间 增后时期 跟后半段的增后时期 但严格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三坡 对不对 三坡要到哪里 做一个时间点的切割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不往左背移 不往右背移 比如说为什么不用 那个子宫内膜到到厚度 最后的那个时间点 来切割时间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想上参考 利用绿炮成熟 然后破裂施出软 然后这时候开始转成黄体 然后这个来当做一个参考时间点 切割了增生期跟分泌期 那这样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时候绿炮期 绿炮期基本上就能够 接下来两星星期加增生期所完成的时间 所以刚刚有一个可以先谈的是 所以为什么那个月经不月经 就是你要搞个基金 年金 那什么金 没有没有更长了吧 好 所以当那个月经周期太长或太短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是遗传上的问题 所以你天生上 比如说这个月经就是稳定的 就是说二十出头天 那就代表国家要感谢你生产力 应该是很充足这样子 好 然后 可是那是体质的问题 就是你绿炮发育的成熟需要的话 这时间就比较短 假设你真的是困定这样子的话 那通常变化比较大的是 就是那个绿炮发育成熟的时间 比较不一定 那这个有一些是属于先天体质上的问题 那有一些是属于后天的 比如说呢 这个 你没有任何连续两天睡觉的时间 会是相同的 今天高清点九点睡 明天两点才睡 诸如此类的 然后后天呢 发育成到十二点就不行了 就直接睡 类似像这样的 作息极度不正常 所以我们心事 作息不正常的时候 月经就开始不正常 好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因为作息 然后再来是饮食习惯 好 然后 所以那个东西乱食也要小心 因为 照综艺的说法 比如说 你这个月呢 这个颜料 这个多喝的七八杯 看不止汤 就如此类的 然后油炸的食品 然后那些 那个食品添加物 那个加的特别丰富的那一种 然后 然后多吃了几次 五台片 搞不好你这个月 基本上 那个不只是那个 时间乱的 对不对 搞不好又要痛啦干嘛的 然后 尤其是那个吃病最明显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次周期里面 只要早期天有吃病 大概 所以这次来的时候 差不多就已经快要 现在世界毁灭的样子 嗯 好 辛苦你们了 你们感受不到 真的 好 我们有看笑吗 但是 这件事情真的是无从体会起 好 所以 光是 从 卵巢到子宫内摩 这个地方 卵巢自己本身 就有 够当面的变化 好 然后 激素浓度的变化 然后呢 子宫内摩受到卵巢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子宫内摩基本上 还有厚度上 子宫内摩这个改变 这样子 好 那所以接下来 那再去往上看 那再去往上看 所以那些问题呢 既然 卵巢会影响子宫内 那谁来告诉卵巢里面的某个绿炮 你可以开始发育成熟 你看 所以这个关键呢 基本上就是在脑垂线身上 基本上就是在脑垂线身上 一样 你现在去看脑垂线的FSH 在上一次周期结束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样子 知道不清楚 OK 在上一次周期要结束的时候 那个脑垂线分泌的激素之一 FSH 它其实是分泌在往上走 它从浓度比较低的状态 开始逐步的增加 就是由这个浓度低转高 开始对卵巢这个地方产生刺激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绿炮正确的受到刺激 而开始中共法律承熟 所以启动绿炮承熟呢 一开始的关键是FSH 你看 那在这件事情已经达成之后 你接下来看 所以你如果直接看这个生死周期的开始 其实你会不小心 没看到这东西的画质比较夸张 你可能会直接看到你 怎么FSH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走下落 我是刻意把这一段画出来 你如果是看那个课文讲的 讲义上面的图的话 你会发现它直接一开始 就给你画一个下落的图 然后这个是有一点夸张式的画法 可是比较到你知道说 那个启动绿炮开始的关键讯炮 是从它开始的 但事实上它早在前一次周期 要结束的那后面的几天 它已经开始逐步的增加 浓度增加 所以在达成刺激这个目的 它要做成工作之后 事实上任务完成 它的分泌量就开始下落 所以你一路看到那个下坡 一直到什么时候 等到它下一次浓度再增加 已经是什么时候 下一次浓度再增加 想好配合海软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海软的那个时候又分泌量都增加 对吧 然后之后你会发现 它真的就是一路走下坡道 周期快要结束前的那几天 顶又有上升的趋势 那因为它这个浓度的变化范围很窄 所以我现在是刻意把那个高度给拿快一点 让你稍微知道一下有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FSH 绿炮某个那个储备的生殖多少绿炮 能够受到刺激开始轴度发育 一开始是受感影响的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整个卵巢的变化 它都不是只有绿炮 还有后面的一个排卵跟黄体 然后所以你现在仔细看 那个排卵的前几个小时发生什么事情 排卵前几个小时有一个激素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分泌量不多 然后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呢 它在排卵前的那一刻突然间飙了一个高峰上去 然后呢 之后就下来 对不对 然后下来之后呢 就一路 越来越地越地 好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来看 你排卵之后 然后胜于绿化细胞软成黄体 对不对 然后所以这个激素呢 基本上花 这个LH 黄体成长激素 对不对 应该就是造成黄体后续 因为它相对来讲后续 它的浓度比较好 黄体的发育 基本上应该是跟LH 但是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 你看那个排卵的那个时间点 如果你去看 跟生殖相关的基础里面 哪个地方有非常强烈的变化 在哪里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两个FSH跟LH 浓度同步性的标高 应该就是造成排卵的主要原因 因为绿化什么时候到底叫做成熟 或者是说它成熟的那什么时间点 你应该让它释出短细胞 抱歉 生殖细胞 所以总是要有一个讯号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讯号 原来FSH跟LH 在排卵前那一刻 它们浓度的基增 就是刺激绿炮释出那个生殖细胞 然后转成黄体的主要的关键 这样看吗 那因为还是那个问题 基础基本上就是浓度的变化的曲线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描述 你要去记这个图形有一点辛苦 但是当你去看那个绿炮的时候 你要去把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给抓出来 你要去把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给抓出来 要不然你会很难理解 因为图形不好背 图形不好背 所以你看这个 给你这个名称不知道 什么绿炮排卵起防体系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一旦你要去讨论这个基础的浓度变化的话 这个你要多花几次才会比较小 OK 那所以同样的问题来了 那谁去启动FSH的分泌 因为脑垂线受到下氏丘的影响 所以原来下氏丘基本上 它在你开始的时候 GnRH 在升至周期的开始的时候呢 它就先下达 就是开始增加GnRH的分泌 GnRH开始对脑垂线的前叶 顺便计计计论 它对脑垂线的前叶产生刺激作用 所以GnRH 那个促清限速释速 对不对 或者释放基数 它对于脑垂线前叶产生刺激之后呢 初期 有了FSH分泌的增加 然后引起了绿炮的开始的成熟 对不对 然后后期呢 接下来再透过LH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开始 两个合作 先造成了排卵这个结枪 然后 尘域绿炮的皇帝之后呢 LH可以维持皇帝的一段的成熟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如果以 一般排卵的时间点 大概是第14天到第15天 那这个期间呢 我们可能必须要让子宫内膜 在排卵后 希望可以维持到第21天到22天 左右 这样10天 可是如果用15、26 好 等一下 14加错了 10 24 25 25 26 10到11天 25天 26天左右 在一段期间 子宫内膜需要去维持它足够的吼赌 没有的话 应该不容易怀孕 因为 卵 排卵之后 它是走疏管管 然后走疏管管 一路这样移动 然后到落到那个子宫内部表面 差不多就需要这个时间 你看喔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维持很重要 那最往前推 那也就是说 LH 要维持黄体的分泌功能 你起码要撑到这个时间点 你看喔 好 那这个时间点错过了 基本上 假设没有胚胎着床的迹象的话 那就糟了 因为胚胎着床的时候 假设这个时候呢 有胚胎着床 这个时候胚胎会开始释放其他的激素 对不对 这个激素 可以再回过头去影响黄体 好 让黄体素的浓度不要掉下来 可以继续 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如果没有胚胎的着床的话 那那个对应的激素就不存在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时候呢 LH因为它的分泌已经正中下锅 黄体基本上开始萎缩 所以它的分泌功能开始下降 对不对 所以子宫内膜就开始不稳定 所以一直让它不稳定到 那个子宫内膜开始脱溜力 就是代表下一个周期的开始 好 所以胚胎着床的时候 胚胎着床的时候 它会用什么方式继续维持 黄体的功能 还记得这个技术呢 验韵的关键 随睫根 银银银几数 人类揉毛膜 新鲜奇数 好 吧 好 看 所以有著床這個激素就出現 這個激素出現它會繼續刺激黃體 所以這個激素的功能跟誰很像 這個激素的功能跟LH很像 所以萬一LH走下坡沒關係 有著床這個激素出現了對不對 它會適時維持黃體的功能 繼續維持它的分泌量 就是黃體做的分泌 它在黃體的刺激的黃體 黃體可以維持然後黃體素的分泌量就可以穩定 它可以穩定 這時候子宮內膜就可以繼續穩定 所以如果這個轉變之間的時間配合的不是很好的話 其實可能會造成子宮內膜不穩定 好 所以整個相關的激素變化 你看這一路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從長到下的對應關係 所以GNRH 影響 就是下次消耗過GNRH 影響到垂線 好 下次消耗過GNRH 影響到垂線 前頁然後呢 腦髓線前頁 再透過FSH 一開始 後來再補上的GNRH 然後再去影響軟超 OK 然後軟超影響子宮內膜 然後再補上的GNRH 影響 對不對 那這邊有構造跟線體的問題 這方面我不是有線體嗎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視同的是動氣 然後這個層級對不對 所以軟超透過 主要是綠泡黃體 然後透過動氣素 然後跟黃體素 來去影響子宮內膜的變化 OK 所以順序是這樣子 當下世秋增加GNRH的分泌 然後所以 然後所以現在前列收到刺激 對不對 緊接著就會有FSH、LH的分泌增加 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們兩個的增加 對短超這個可以造成有效的刺激的時候 短超的綠泡成熟 或綠泡轉成黃體發育 然後依序 可以分泌動氣素跟黃體素 然後來去刺激子宮內膜的增厚跟成熟 對不對 然後預備 多然不可以作窮的環境 OK嗎 好 所以接下來 還記得那個腹回饋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要解釋哪個地方呢 當我們去看那個 子宮內膜的最成熟的這一段期間 這段期間是為了 預備讓胚胎過來坐床 所以有一個很有可能是受精卵或胚胎 他正在宿卵管 甚至已經剛進入到子宮 但是還沒有接觸到子宮內膜 對不對 既然很有可能有一個新的胚胎剛出現 請問這個時間點適不適合有一顆新的綠泡 然後產生一顆新的卵 聽得懂嗎 不適合 因為我們先是等待的時間 成功或失敗其實暫時他都不知道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的話 對於夏世秋那個啟動生殖週期的GnRH來說 這一段期間 GnRH當然就不適合分泌 好 所以當他們兩個在這段期間 黃體很成熟的時候 黃體很成熟的時候呢 這時候他們兩個寫在旁邊 當動情素跟黃體素的濃度是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回過頭去我們發現 他會去抑制腦水線 會去抑制夏世秋 千萬不要提高GnRH的分泌 也不要去提高FSH的分泌 不然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 萬一真的有成功的胚胎出現了 然後呢 他在還等待的時期的最後幾天 都還沒有撐完整個週期 結果GnRH開始增加 緊接著FSH增加 有一顆綠泡會啟動 那這次的週期還沒有結束 但已經啟動了另一次週期的開始 這樣就會造成甚至週期重疊 萬一那個綠泡所產生的短 也幸運的受精的話 那也就是說到時候 此宮內就會是一個很擁擠的狀態 對不對 誤差基本上大概只有幾天 你看這個時間 到這個時間 大概20天左右的期間裡面 會有連續兩個受精 然後可以才出現的可能性 你看 所以既然正在等待 要想辦法讓他撐一下 所以動情素跟黃體素 他們兩個的分泌的增加的時候 他們會回過頭去 然後抑制 腦垂腺不要有動作 會去抑制下石球不要有動作 你看 所以 卵巢所分泌的動情素跟黃體素 他會回過頭來抑制下石球的分泌作用 會回過頭來抑制腦垂腺的分泌作用 你看 當 卵巢 動情素 黃體素的分泌功能 分泌量是比較高峰的時候 下石球跟腦垂腺比較適宜的調整方式 是GNRH的分泌量是下降的 或 FSH-LH的分泌量是下降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阻止濾泡產生 濾泡不發育就沒有新的卵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後來避孕藥不是只有三種這個策略 直接用畫一夾的方式 口服 對不對 口服並一樣 直接呢 用補充這個高濃度的痛情素跟黃體素 強迫抑制那個下石球跟腦垂腺的合避功能 使得沒有濾泡發育 沒有濾泡發育就沒有生殖細胞的問題 對不對 自然就沒有受精的這個問題 然後 就是BMPO的原理就是回饋 然後 OK 所以 305月那個假裝現在看一下人方的事情 那我們就再說 麻煩 下禮拜 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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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我 我 我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